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遗忘啊 不好意思,今天我有点感冒啊 就是被这个美好本的天系,就是气息的啊 就是神经病啊 前几天29度,然后昨天就开始忽然间变冷啊 然后衣服呢,我穿着薄薄在外边 走来走去就感冒了 所以今天的声音有点鼻塞啊 不好意思,将就要听一下了 今天呢,给大家讲就是说 单身呢,不表示孤单 我们一样可以有精彩的人生啊 为什么今天会讲这个话题呢 是因为我今天呢,收到了一个加拿大的观众朋友的留言啊 他是这样写的 他说,以忘姐,我今天终于决定给你留言了 我在加拿大读博士,很不顺利 读了八年才拿到学位 真的感觉比同龄人落后了好多 现在呢,又面临找工作 真的是重重压力 已经35岁了,还没有生孩子 有时候想想,觉得自己的青春时光 真的过得有些可惜 我一直算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 之前的人生呢,也算比较顺利 读博士期间呢,因为学业的不顺利 真的感觉积攒了很多的负能量 最近呢,你开了YouTube专栏 每次感觉负能量情绪包围的时候呢 我就会来看看你的视频 都会觉得有很多的正能量 我其实今天呢,是有一件事情想来请教你 现在呢,我感觉自己最大的困扰就是 感到自己很孤独 身边也没有什么朋友 每次遇到新的朋友呢 都拿出想要和对方做朋友的真诚 积极的联络 但是发现人家好像都没有这么想 都没有这个想法 每次主动和朋友联络呢 关心呢 但是得到的都是别人的 不在乎自己的感觉 感觉真的好失落 记得遗忘姐之前教育孩子 一个人需要接受孤独 但是真的孤独起来还是非常难过的 不知道遗忘姐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啊 对于这位朋友的留言呢 我有给她一个回复 我说呢,是 我以前也有身边有这样的朋友 我曾经有跟她解释过 我说为什么朋友会疏远你呢 其实并不是因为对方不喜欢你啊 因为你太过依赖朋友了 朋友呢,就会觉得你的快乐是取决于他们 而他们就会压力很大 甚至就会觉得在你接触呢 在你很交往 交往的过程当中呢 变成好像你是在渴望和索取这种 这份爱,这份友谊啊 给对方就会有压力 而且呢,你在他们跟你交往的时候 就变得很小心 又怕你难过 又怕你伤心 就是会让人感觉压力很大 就是很累啊 在我给她讲了这个留言之后呢 她自己也会去想了一下 觉得也是有道理的 其实我们很多人在国外 特别是在国外生活呢 确实是这样 因为很多人呢 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 而且我曾经说过 在国外呢 大家都比较注意 个人家庭的这种生活 然后呢,朋友就来往 其实还是比较少的 所以相对来说呢 单身的人呢就比较孤单 就比较没朋友啊 我的建议就是说呢 首先呢,给自己买一个宠物 买一个小猫小狗也好啊 至少是感情上有个寄托 因为我觉得 在确实确实可以 我曾经是讲过 在国外这种孤单的感觉 难免会涌上心头 不管你是一个多乐观的人 如果身边没有另外一半的话呢 你可以先找个宠物来陪伴你啊 每当你回家的时候 都有一双小眼睛 可爱的小眼睛望着你啊 等待着你 期待着你回家的感觉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第二个呢就是说 单身呢也可以过得很快乐 其实我曾经跟 我有个朋友 类似像他这样的 我曾经跟他说过 我说 朋友呢不是索取来的 友谊不是索取来的 是你的光芒 你的bride 把它们吸引过来的 这就是性格魅力 性格魅力 我认识也有很多朋友呢 他就单身 但是呢他总是打扮得很漂亮 就算自己一个人 也是可以自己一个人看电影啊 自己一个人吃晚餐啊 自己一个人喝红酒啊 自己一个人旅行啊 甚至呢他曾经 那时候他 我记得这个朋友28岁的时候 他跟我谈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乖的女孩子 总是妈妈安排他一切的事情啊 但是他自己本身 他其实很有一套 骨子里是有个倔劲的啊 但是为着 因为一直在妈妈下面 就是妈妈就是安排他的人生嘛 所以他就一直乖乖女 他帮我打工之后呢 我就跟他说 我说 我说你应该就是放飞自己啊 应该去享受人生 你不晓了 应该有自己的决定 自己的主张 去来掌控自己的人生啊 之后他在我这里没有做以后呢 非常可爱小姑娘 他离开我这之后呢 就出去自己去玩 自己去约朋友 去做热气球啊 去跳降落伞啊 然后去去 就是跳蹦极啊 就是那种 就是他 他完全是释放自己的 非常enjoy life 他根本就不用再花时间去想象 怎么样去去哎呀 去求朋友对我好啊 或者是哎呀 我找不到男朋友 或者我是单身啊 他完全是放飞了自己啊 就是享受 就是出去玩啊 出去来让自己真正的enjoy life 来补回他所有失去的青春 因为他28岁以前 都是那种乖乖女的形象 所以他说 他28岁之后 他想开了 他就尽情地放飞自己 到头来呢 很多人都联络他 甚至他后来组成了一个group 很大很大的group 大家一起出去玩啊 一起上个卡拉OK房 都要开两个房那种的啊 就是大家都在联络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这种 这种 这种生活的方法 这种 这种bright的感觉 吸引了很多很多的人 而且呢 这种这种生活呢 给他带来很大的自信 他后来就找了一个男朋友 孩子呢 是一米八几的个子啊 而且有练gym啊 运动啊 人的非常阳光帅气的一个男孩子啊 所以 这个 一个 他完全是靠自己改变了 他的人生 所以 单身呢 不表示孤单 我甚至还跟着朋友说 我说给自己一个定一个目标 当你把自己全身心投入 投入到你的目标里边的时候呢 你根本就没有空去孤单好吗 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孤单好吗 但是呢 还有呢 就是说 我说你一个人的时候 也可以去整整头发呀 整整指甲呀 然后去 自己倒杯红酒啊 然后 去一个人的旅行啊 当你专注于享受这些事物的时候 你的就会就会展现成一种美 一种沉浸在这种食物的美貌的庙当中 沉浸在红酒的好喝当中 而不是 你的快乐 不是说一定要从朋友那里得来的 是我们人是群居动物 当然是希望 身边有人围绕着 你之所以得不到 是因为你的出发点错了 你朋友的索取 我因为另外一个朋友更夸张 他是对朋友是无限的好 无限的好 但是他的这种好呢 让别人没有办法领情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种无限的好 是给人感觉 你是在索取 我对你好 是为了我要换回你对我的好 所以你的付出 别人是看不到眼中的 而且人家还很怕你 因为你很desperate 想要去索取这种爱 所以你付出再这么多 也是没有用的 你这种付出 是要索取的爱 人是得不到你的 想要得到的回报的 真正的朋友呢 是要你把自己 展现你自己 做你自己 然后呢 碰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人 和你一起来enjoy life 一起来享受 一起用你的生活方法 去过生活 你很快就可以 可能告别单身了 很快就可能告别单身了 所以我可以理解 在海外这种地方 像如果我 如果整天 如果我不做YouTube的话 我每天就是在家里边 打扫家里边 什么做家务 然后公司家里 公司家里 公司呢也是一个 也是 这里澳洲呢 为什么我说 经常最好是要 在大学时候谈恋爱 等你参加工作的时候 你很少有机会谈恋爱 因为 她的group很小 这边大多数都小公司 里边工作的人 就这么几个 单身的很少 而且长得好了 可能都已经结婚了 所以 真的是会有很多单身男女 但是每一个人 都有他自己的办法 去过出自己的精彩 所以我在这里 要特别强调的是 单身不等于孤单 不等于说寂寞 所以你一定要是 要过出自己的人生 要靠自己 要想清楚了 当你把自己 就是我还认识一个女孩子 她有空 她就自己跑去鸡拿 练身材 然后自己去旅游 然后自己照那个自拍相 非常非常的美 然后就算是一个人 你一个人吃饭好尴尬 其实这个尴尬在哪里 完全是取决于你自己的心态 取决于自己的心态 如果你认为 你在吃饭的时候 你可以享受这种美味 你可以enjoy 甚至我有时候 我自己在餐厅里边 比方我自己一个人 在吃饭的时候 我还给大家 甚至还给大家录影 我就拿着camera 再对着camera 然后对着菜 这排菜就尽了呱呱讲了 我根本就不觉得什么 这就是心态的问题 你自己觉得尴尬 你自己瞧不起自己 你自己没有自顾的自信 你就会容易让你陷入这种 自卑 孤单 在这种情况底下 其实我通过我那朋友呢 我深深的感受到 如果有的别人 你的朋友不接触你了 并不表示别人不喜欢你 但是你必定是让别人 感到有压力了 别人不敢说什么 一旦说什么 你可能就受伤害了 因为或者是 你太怕失去了 你就会抓得很紧 就让对方透不过气来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呢 单身绝对是可以 过得非常非常好的 不一定说是要真的 而但是呢 当你过好了之后 自然而然 人就会被你吸引过来了 真的是 你可以做自己的身体保养啊 头发保养 美容保养啊 这是可以自己自身享受的东西 然后呢 对自己工作的热情啦 对生活的热情啦 去 我刚才这位朋友提议他 我说你写一个表格 列一个表格 把你从来想试 但是却从来不敢试的东西 都列在表格里边 有空就去玩啊 一个人多好啊 像我们现在有家庭 有孩子的 哪也不能去 什么都要被拖着 你自己一个人 你可以去旅游 你可以自己一个人去 跑道去看山 看水 然后去做一些 什么activity 去爬山啊 去晒太阳啊 一个人的旅游啊 买一张飞机票 很便宜的 我们要去旅游 还要脱家带口呢 是吧 所以其实一个人 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今天要去享受你的人生 当你在享受这个 当你真切的 享受你的人生的时候 你当你把你所有的专注 都专注在 enjoy life的时候 你身上就会 自自而然的在发光 而这种光芒 就会帮你吸引 很多很多的朋友 吸引很多很多的异性 来靠近你 这就是 这就是性格魅力 性格魅力 就好像 在我在屏幕面前 我有时候说 就哈哈哈哈 大笑 大家可能就被 一个笑声给感染了 因为如果一个人 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你知道你的 你的人生 是要做什么的 你的性格是开朗的 有谁不喜欢 靠近这样的朋友呢 有谁不愿意 去和你交朋友呢 他别人不和你交朋友 必定有原因的 必定是有原因的 甚至有些时候 人说 哎呀我对他那么好 为什么却不 其实你要思考 有时候你对别人太好 也是一种压力 无功不受禄嘛 无功不受禄 你对他那么好 为什么你要对他那么好 别人会想的呀 但是也很 但是像他那个朋友这样的 很多的时候都是 你对朋友的好 对朋友的慰问 其实就是在索取 你的行为 别人是可以感受到 是可以看到的 而你这种索取 会让你显得更可怜 就觉得 哎呀你没有朋友 别人就会感觉你更可怜 你是在索取这种爱 所以唯一让自己生活改变的方式 就是enjoy life 我相信 我一直相信 佛教里面说的话 佛度有缘人 其实很多时候把道理讲 大家都明白 但是真正做到自己身上 非常非常难 但是当你觉得 这件事情非常难做的时候 我想问问你 你是不是不开心 你是不是很痛苦 当你真的认为 你很不开心 很痛苦的时候 就必须要给自己下个决心 去改正 你不改正的话 你所要面对的 就是要继续痛苦下去 就是这样的 所以 我以前就碰到过这样的朋友 就是我不管怎么样说 怎么样开导他 怎么样去解救他 是没有用的 有的人 他就是点化不了 就是透不了 当然了 他可能要花别人十倍 二十倍的时间 才能领悟透这个道理 所以如果你能 可以马上领悟透 并且马上可以做到的话 就表示 你的心态已经ready了 你已经知道 我打算好 我已经决定要改正 要改变了 当你问我问题的时候 其实你的心里面 已经知道 我需要改变了 所以你就自然而然 会碰到我 会碰到这样的人 会碰到可以给你答案的人 所以当 这是我们的心态很重要 当你自己本身 真正的ready的时候 你的生命中 自然而然就会 涌挤过来 很多很多 给你解答 给你答案的人 出现在你生命当中 所以关键是在于 你自己想不想去改正 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想改变你现在的生活 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想要 让自己过得非常非常的好 让自己脱离这种孤单 寂寞 不开心的生活 我们一个人也是可以过得非常非常精彩的人生的 就看于你在于你的梦想发出去的是什么 不要把这个时间都浪费在 哎呀我孤单 我寂寞 我掉眼泪上 不要哭 不要掉眼泪 OK 那解决不了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 可以难过 可以伤心 擦干眼泪了 好好检讨自己 检讨完了之后 之后 马上从明天开始 又是一个 展开一个新的一页 我们就扎扎实实的 去享受我们的生活 去enjoy我们的life 就在你enjoy的过程当中 你就已经慢慢的变成bride了 你就慢慢变成bride了 而这种bride会给你 这种光芒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朋友 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爱 好了 谢谢大家观看啊 不好意思 今天要是就听我这种塞鼻子的声音来讲这个话题啊 那我希望明天我感冒会好一点 然后呢再继续给大家录视频啊 好了 记得帮我分享点赞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我们家的小面团 拜拜 say hello say hello 嗯 哎呦很多人要过来看你的 能过来看 拨拨的 拨拨 我们家小面团 整天吃了吃饱就是睡 然后就是撒娇 是不是 哎呦 这个样子 很恐怖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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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春天了 不知道是不是发情 特别黏人啊 呀 走着步就跟着 走着步跟着 天天跟着 嗯 其实所以养一个宠物呢 也是很好的 你 你就是他的全部 他最爱你 天天跟在后面 天天呢 哎呦 天天跟在你身边 然后我家波波特别逗 我睡觉的时候 他就特别喜欢 爬去爬去 爬到我胸口的地方 就躺在那里睡觉 没把我压死 都喘不上气来了 特别黏人的 小猫 特别黏人 波波 波波 你是不是很黏人 你是不是世界上最黏人的 你是不是最黏人的 波波 嗯 是不是最黏人的 看这里 看这里 嘿嘿嘿 嘿嘿嘿 傻瓜 傻样 每天回家呢 他就在门口等着你 像小狗一样 每天每天 每天回家呢 那时候 他就在门口等着你 开睡觉吧 乖乖睡觉吧 所以养个宠物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就是 这个态度 如果你是你们是单身的话呢 就是养个宠物在身边 陪伴着自己啊 感觉的也是 心里边有个寄托 是非常非常好 而且 而且他们 他们的爱都给了你 你就是他们的全部 他是你的宠物 可是你是他们的全部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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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拜拜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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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感觉鼻涕要流出来了 哈哈哈哈